兄弟们和平精英的地铁今天也是上线了 这第一把我就先帮小兰扶个皮 捏捏手 万一破产了再去玩我的 近来就送了完好M4和R系套 还有个三级礼盒 打开也有一套三级的 启动资金虽然是505吧 但是送的有一张加速券 再去黑市买三张 就能直接开工作台 又是30万到死 这第一把必须要玩一坨 因为等级不够 谁都进不了其他图 来一图的第一件事 一定要来刷boss 这样下把就能进三图了 有个飘仔 想先我一步 两枪直接拿下 过来拿个子的 然后就可以进来刷boss了 这个boss最后占我这个位置打 不然你要是跑出去的话 他会一直追你 最后谁刷谁还不一定呢 别和隔壁小门一样 被boss给单刷了 磨了半天终于拿下了 我以为这个光是红管 结果是个探测器 我真是浮流 颜色红不红粉不粉的 光处还贼西 这一点应该和国际服务学一 外面随便一开 又是一张黄卡刀走 第一把用了13分钟 小占20起万 不过等级已经升到二级了 又奖励了20多万地铁币 然后抽来一看 存款已经90多万了 我就花20万势力把勘查 逼一下普通勘查 竟然上了一星 又一个普通勘查 结果又上了两星 哎家伙 现在直接就给了一个高级物资箱了 接下咕咕失败了 我得又成了 那这次应该会失败了吧 我去啊 直接满星 三个顶级装备物资箱 直接开了 看着有啥 这两把破金枪 一个奇迹宝 那就直接背上 再来块板子 散途辐射 猛狗 虽然距离洞口比较远 但是问题不大 过来以后 直接坐电梯下去 已经有人来了 这边箱子被开了 哎呦行 瞧了不是 哪下 过来一瞅 啥都没有 先开个箱子 压压惊 不行 第一个箱子暴力 特意低了吧 右边厂房是啥帽子的 现在过去有点危险 可以先到前面这个洞里 开几个箱子再说 两个粉朵 还行 nice 一紧一蓝 一个小黑衣 来脚步了 嗨 小飘仔 继续开箱 nice 又是红光 我点儿 精致狗杂 这暴力有点高了 一张白卡 一张蓝图 我怎么感觉 这门卡跟不要钱似的 啥啥都能遇到 这个飘仔有把盖妹 可以换上 来了个六套在对面 先甩开雷 把他吓出来 然后直接打 快点儿 还有自信 再见 他六套没掉 但是有点无假的 自救也拿上 毕竟每天只能买一个 然后再过来把boss给杀了 门口有个宝 不会被boss给单杀了吧 还有无假拿 费了半天机 终于拿起了boss 看看有啥 卓越大波炉 还有个六包 还行 这边还俩盒子 不会都是被boss单杀了吧 哈 假话 白捡三个包的 都有无几 嗯 有交气 他肯定要去铁门口的包 哈 对不住了 我丢 撤离小千 不错不错 再来看一下这个包 两个六级包 还有自救 再把旁边几个箱子开了 就可以撤了 本局收益 33万 这把阿光狗牌都整得十一 半个地图的人都去辐射区了 东西一卖 存款也有三百万了 哈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唉 说实话 没国际服好玩 下期见 拜拜